Chinese by Chinese fun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by Chinese fun 听新闻 学中文 欢迎大家来到媒体课程 我是袁程耀 我是牡丹 今天的媒体课程给大家带来了两条新闻 第一条新闻讲的是关于网络流行语的 第二条新闻则和舞弊和造假抄袭案件有关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一条新闻吧 使用流行语就是为了好玩 大家对于一些词汇会心照不宣地笑一下 丁兴觉得网络语言会让语言异化 我们会把一些传统词语进行结构 重新放到现在的聊天环境下 本质上来说是污染了汉语原本的寓意的 但这可能也是流行文化的意义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申晓龙认为 网络语言即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 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 情感和行为 网络社交平台为交记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 被自由创造的语言 新闻听完了 这一则新闻呀 其实和最近的关于网络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有关 调查显示 有93.4%的受访者平时会使用网络语言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表达更加直接 更加准确 但是也有67.4%的受访者认为过多使用网络流行语 会使代际沟通更加困难 也是对流行文化究竟是会污染汉语原本的语意 还是将汉语推向新的时代的一种讨论 对 首先呢 我们来看 他这里提到流行语呢 就是那些词语 说出来会让大家心照不宣的笑一下 心照不宣就是一个成语 心照不宣的意思呢 是指彼此心里明白 而不公开说出来 但是互相之间也都明白的一件事物 对 它也指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共同认可的事情 因为对这个事情有着相同的判断和理解 所以不需要专门说出来 比如说我们有什么心照不宣的流行词语啊 就像是最近网络上很流行的 AWSL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没有听说过 这其实是 啊 我死了 的拼音开头 哦 这么说我也知道一个 不过那个是英文来的 GG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嗯 当然知道了 就是游戏获胜的意思了 哦 就是good game 我的一个朋友啊 每次打完游戏 他都特别喜欢发一个GG 在这里呢 他的朋友可能是想表达他打赢了游戏之后那种开心的情绪 对 其实像复旦大学的这个教授他就提到网络语言它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文化 这里提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关键词蕴含 蕴含的意思呢 是指包含在内 或者是包括的意思 这就是说明呀 网络语言呢 并不是一种自发生成的东西 在网络语言当中呢 可以反映 或者是它包括着很丰富的我们的社会文化 情感和心理 那么现在我们来听第二条行为 所以 continued... Or simplified characters Can I just learn to speak Chinese? I really don't want to write or read It's too much for me Are you one of the learners that told us early on that you just want to speak and listen to Chinese and you think Chinese characters are way too complicated? Then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check out our new introduction into how to read and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 It focuses on simple characters that you encounter in a Chinese language environment 每天 在11节目的节目 我们认识您 中国的角色 其实是很简单 我们希望 你会很快分享 我们的感兴趣 参加88个角色 在www.chinesepod.com forward slash 88 and give it a try 或搜索第一个角色 在中国的频道 上YouTube 它是这么简单 的 第二 在美国 爆出知名高校 高校招生舞弊案后 英国传出入学材料 作假情况 英国《泰晤士报》 17日报道 去年有4500多人 涉嫌申请入学时 抄袭别人的个人陈述 欧美国家高校 通常要求申请人 撰写个人陈述 阐述自己取得的成绩 申请动机等内容 英国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 用一款名为 Copycatch的防学术 欺诈软件查到 去年有4559人的 个人陈述文件内容 可疑 第二条新闻的主要内容呢 则是英国的入学材料 造假的情况 他们涉嫌去抄袭 别人的个人陈述 对 而这个事件的出现呢 刚好是在美国爆出了许多知名高校招生舞弊案之后 这里啊就涉及到了一个词语 舞弊 舞弊的意思呢 是指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使用欺骗的手段 经常会出现于官场 对 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作弊来代替它 但作弊更局限于考场上 这里的舞弊呢 则不是在考场上 而是在英国高校要求 申请人撰写的个人陈述当中 对 这里的个人陈述当中的陈述呢 是一个名词 它的意思就是承说或者是叙述 这就要求学生们非常有条理的表达自己 为什么想要报考这个学校 并且说明自己曾经的学习经历和社会实践的相关活动 而陈述这个词呢 和后面的阐述意思非常的相近 这两个词语啊 都是既可以用作动词使用 又可以用作名词使用的 而阐述这个词呢 相比陈述更加的正式 阐述的意思也是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对 那么有些学生如果不想要写自己所取得的成绩 或者是申请动机呢 就会去选择抄写别人的个人陈述 对 但是他们的行为呢 都被招生委员会的一款防欺诈软件给查询到了 以上就是今天所带来的两条新闻 听新闻学中文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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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 estateura 到我们大学做的一个词 请不吝点赞 blondmos 女聲音 recipients呢 如果 discipline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o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